好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写的这些 首先呢 在这里面运算符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关于除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要想得到小数有什么样的条件 对 分子分母至少有1.0 有个小数说错了 是吧 有个小数 然后接着如果不这样的话 如果两个都是整数 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就只取一个整数部分了 好 接着关于这个前字和后字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前字有什么特点 前字的话是不是先加了 对不对 或者先减了 那后面再来用吗 后字的话是不是先用了 后面再来加 后来再减啊 好 接着还有一个在这里面 一定要注意一个是什么呢 就说这里面这是原地方 真就是非零 假就是零了嘛 是这样了吧 好 接着回到这里 刚才是讲了这一个 这个是与 这个是或 它有一个 如果与的话 左边视为假 右边不执行 如果这一个左边视针 右边不执行 这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是这样了吧 所以在这 来回就这么几个啊 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他这一个还有一些优先节 你不用先去记它 记也记不住很多 有些预算符来没学了 是不是 比如说取地址那一个啊 好 等到后面我们再来看啊 后面我们再来看 继续感觉